我们现在看到双方的队员已经是走出了球员通道 这场比赛是在五华奥体中心来进行的 所以浙江队看看能不能抓住机会 能够拿到直升不需要去打输加赛 好的 随着赛半野的一声哨响 两支球队的上半时比赛正式开打 另外他的防守覆盖面积很大 王阳 看看这边给过来 艾莎江 刚好 这是在第一阶段当中 看看这次的打门 哇 这个球移动过程当中 突然切到了左脚 打过来 看看杨明杨 转身之后就是打了一脚 看看这个球 开起了 这球是直接选择了打门 龙威显然不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看看这边穆歇奎 在反调门将石小冬出击 第一下没碰 看看富兰科有机会单刀球 哇 这个球 看看这球 嗯 这球直接打的是比较 看看这边打回来 扣一下 看看这球边路 再打 川中到禁区 这次艾莎江 哦 艾莎江这个球 禁区里边浙江队是高点凌厉啊 姚军胜 这球打回来 这个球 啊 战术是打成了 但是最后打门的这一下 如果摆脱对手的防守 再回过来 董宇 直接调到进区 这次的投球攻门 啊 看看这个任一球 这将队严阵以待啊 任强排的是非常的磁密 看看这球 飞玉直接选择了大门 哦 顾超 就是两个边啊 猛冲锋打 导致整个厦门石比赛 南通队是出现了体能驾向的迹象 看看这球成进 到了进区里边 看看这脚打门 这球 弗兰科 这脚打门出进了 弗兰科 打进了加盟 浙江队的第一个进球 哦 外援在此刻 闪耀了光芒 浙江队是打进了进球 1比0 领先南通之云 再来看看这个球 又是编后位置当中 门将施耀东出击 又是一个长传 投球在点 江自磊 塔加斯 背身拿球 想要强行转身 到了进区里边 看看这球 还有机会 裁判没有明哨 比赛还得继续 财本员吹响了本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我们恭喜浙江队 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 是1比0 凭借着弗兰克 安德里亚 舍为其中甲联赛 也就是浙江队的第一力进球 帮助浙江队是1比0 击败了南通之云